大家好,我是Selena,是英诗物业,负责英国中部的同事 在Soliho,接近Shirley,是B911的地区,新的四层高的住宅大厦 我们就帮这个客人做一个两房的连续吐槽的出租 当中因为它是新楼,所以我们也帮客人跟进一些执楼 也跟发展商跟进整个过程,帮他找租客,然后做物业管理 我们今天的租客就准备入伙,这个租客都是两位医生 我们是入伙的同事,我们也带大家看看 究竟在Soliho,这个Shirley,这个地区,究竟环境,设施,配套 甚至它的下方又如何呢?事不宜前,我们去介绍一下四周环境 和我们进去看一看单位的情况 进来这个新的住宅大厦,它就会有一排的这些讯箱 旁边你会看到都是一些简约的设计 它本身这里的住户 其实它会是任自己的密码所这样进入的 所以其他人现在因为已经入了火了,开始续续 所以它会散光 跟着它也有一些简单的指引,就是走去哪里 这里在地下也可以出一个停车场的位置 或者正门 这里再直走 它楼上就是它的寓屋 因为现在未开,所以就不去了 这里两边就是这里可以去楼梯,走或者用升级 这里是一个四层的物业的单位 你可以走楼梯,或者你自己坐升级,也可以的 我们上到上面那里 上到这里,都说回一路边走就边说,里面有些什么 还有我们也会说回,就是帮个业主执楼做了什么执楼,而发展商业都完成了 首先因为这里之前收楼的时候整个门 因为它是白色的墙 你看它四面走廊都是一些白色的墙 这里可能 刚刚 初初收楼的时候很多人出入 很多手指毛跡,还有骯髒跡 它现在都全部是 油了,清洁了 另外地毯那里之前刮花了 整个门框这个位置刮花了 接着我们现在进去 这里 它就是 开放式的厨房 连着客饭厅 我们先介绍 它一进来 这里 这里 就是一个 都是一个长长的荷卫 接着 转过去 穿过的走廊 接着它就会有两间房 一间就是套房 另一间就是 一间普通的商人房 接着 这里的第一间 门口那里 就是洗手间 连着浴室 我们先来讲厨房 这个就是开放式的厨房 亦都因为这个就是住宅单位 所以我们也都会包含所有的家具 电器 之前地板有些 骑髒 和有些积极都清洗 长生的那些 之前有些污积 也都清洗了 发展商做了 接着我们就再来 这个客厅的地方 那个客厅 我们也都帮客人 添置了 一个 电视位 这个到时候 租客搬来的时候 就会 摆电视 接着我们就 三座位的 梳化床 而在这里 这个厅的尾部 也有个 雙层的 电视位 我们都 测试了 测试了 一起运行正常 这里 网向 停车场那边 相对来说 都清静的 不是大街那边 这里唯独是 有个 不好处 就是 摆东西 会比较 难摆 有点像 我们香港有些单位 好像比较 有些 钻石型 这里就正正 客厅不是长方形 这里有点凹进去 但是它后面有一个 暖板 接着这里 中间有个 位就大概是 30cm 左右的 一个 空隙位 那我们就没讲 外面的露台之前 就先讲回 这个玻璃门 其实这个玻璃门 之前 它修楼的时候 这两边 左右两边 它的埋口都是 不贴伏的 还有这个位置 都是有一些空隙的 最重要当时 开这个门 这个手柄 是很难开 整个开锁都很难开 现在它已经全部整过了 这里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走出去露台 其实你会见到 其实这里是后街的部分 相对来说 不是很吵的 因为这里 始终 这间 新的住宅大厦 都是刚刚 完成了 所以附近也都有一些 泥车 或者有一些 垃圾 都 在 但是后来 都会清理 了 我们先来到这个露台 那里 大概它的尺寸 我走后一点点 转回 大概就是两米 乘以 即两米乘以 米二 左右 是没有的 那 我们现在走出来去看看 其实它每间每户 你看回对面都会知道的 在这四层高的 住宅大厦 其实每间每户 都有 自己一个露台的 那我们这个露台 就从对面 就是 大家是share 那这里 所以大家中间是隔着了玻璃 但是看得到的 不过是个茶色玻璃 那这个露台 其实最大的 问题 其实你会看到 也有不少的着屎 我们这里 甚至隔离 隔离的单位 就更多 因为之前我们 就是收纽的时候 第二个礼拜来 看到全部铺满了着屎 那其实我们都已经要求 发展商 清理了 就是一次的了 那这个就是 这个单位里面 最要留意的 那另外呢 这里 那个发展商 之前说会去 整的 但是我见他都没整 那而 隔离那里 你会见到 我们的隔离的单位 其实都是有这样一片片的 好像补了 但又没有补了 那样 那他们都是没整的 那这个都要等 发展商会整 但最重要 室内那些 大部分都整了 那我们先 来看浴室 和死守间 那它的尺寸 都 都算 阔落的 就大概 两米三 三成二两米左右的 那你会见到它的长身 全部 就用砖 铺到上顶的 那和它已经是全部的 设施配套 都齐备了的了 那你见到它 一个 都很大的镜 那跟着就是 洗手 洗手盘 那跟着 洗手盘的下底 它也有个小小的 就是 储物 那样 进到来 就第一间的睡房 那这间 都是 商人的睡房 那你见到 我们就 就是 商人厂 那跟着 亦都 就是 添置了 就是 床头柜 床头灯 那跟着 这里 后面 就是 停车场的位置 就望向 那这里 亦都望向外面的街 但因为它远离了一个大街 不是那么对正 所以都不是很吵的 那你会见到 这一间的商人榜 其实它 就算你当你把 就是现在就可以 一定可以做到 两边床头 床头灯 跟着 三边落地 都可以的 那后面 都可以放回 就是 一些的 储物的 位置 这样的 那这里 你可以在这里 放就行 就是两边都可以放到 所以空间都够的 走到最尾那里 就是 主人的 套房 那这个套房 其实你会见到 尺寸都不小 那我是站到 因为它包含了 吐翅 那我站在厕所那里 去拍那边 那它的尺寸 你会见到 是四米六 乘以两米六 那你会见到 放了个 双人床 跟着就算你两边 放在床头柜 床头灯 都可以三边落床 那还有它的 空间都真是 比较 充裕一些 还有灯光 都是 很充足的 因为呢 这个 就是主人套房 它特别做了一个就是 落地玻璃 其实是两个落地玻璃 不过一个 可以开到整道门的 落地玻璃窗 一个就是 只是 都是这么大的 不过它就是 留下了 只有三分之二的 位置 是可以给你开窗的 这些窗的锁 全部都试过了 都OK的 那我们呢 也都 做了 就是 装了一个窗帘 窗帘 这样的 所以我们都是 选择一些 白色 米色 跟着 搭一点 灰色 因为它的 厕所呀 切全部都是用灰通为主的 都是比较简弱一点 还有 就是 Modern一点的 那跟着 另外呢 就是 本身呢 这里呢 也都是 包了 就是一个 一只入场柜 就是入场的衣柜 那我们都可以 看看 那么呢 这个入场的衣柜里面 其实很有趣 它是 安装了一个 就是 的 rcd box 那所以这里呢 有个按针 是需要 这个按针 是开 Fringe and Freezer 知道为什么它会这样 薄法 比较奇怪 那跟着呢 另外呢 是一进到门口的位置 就是它的 另一个就是 浴室 就是这个套匙 那我们先看回 那套匙 其实它的尺寸都不小的 那我走进来 我走进来 我看一看 它的尺寸呢 也有成 2米 3成 2米 就是2米的 然后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它的 就是 这个 企缸的位置呢 发展商呢 亦都是 相对来说 是 升高少少 就是如果日后呢 在那里前面呢 它有 就是滲水啊 或者 就是你很容易有 有些头发啊 或者有些的 污租啊 雜物啊 或者有一些 一块块的 污漬呢 就聚在这里的话呢 那你这儿呢 都可以 如果你用 泡泡来弄的话 都可以 这么容易弄 不需要整个 换了 那跟着 就再看看啦 那它的 洗手盆啦 洗手盆不是很浅啦 就是可能会有时会 就是 勃得大力的 可能会有浅水 浅了 浅了些水 那这里呢 就一排呢 就在后 就是这个单位的后面呢 就全部都是一些的停车场的 那其实我们的投资者 都预留了 就是一个 一个车位的 就给租客的 那由这里啦 走出去啦 基本上呢 一个很短很短的路程呢 那其实呢 它已经是一个大街来的啦 那还有呢 都看回啦 其实在苏利豪区里面啦 那其实我们 找的住 就是 租客啦 那其实呢 很多呢 都是一些 很专业的人士啦 正如我所说啦 那我们今天的租客 就是两位 都是医生啦 那他们都是由 就是外面来的 那就是一个contract的形式啦 就是苏利豪啦 就去住层的 那而你见到呢 在我的左手边呢 很多不同的巴士 的路线呢 可以去出去市中心的 或者去出去其他苏利豪啊 Bernham的地方啦 那而这里呢 就再走前一点呢 就大概0.3到0.5个马尔呢 就已经去到呢 就是Shirley的火车站啦 那所以它 巴士 火车 都很方便 还有它距离的市中心呢 其实都是说 0.8个马尔而已 那你开车 就是开车你都是说 几分钟的车程啦 那如果你走路的话呢 其实你都是15分钟左右啦 那就去到了啦 那相信大家都很有兴趣知道 究竟 就是投资回报会是怎样的 那业主呢 就买入呢 就是 Around呢 就是 300千 到310千啦 那而它的租金呢 他最初的时候呢 就是打算租金呢 1450磅 到1500磅 甚至更高的 但因为始终 就是 一般来说啦 就在市中心两房 就算是 大厦啦 那都是说 就是1300的 那最后呢 就业主呢 都找到租客啦 成功租出了 就是1350磅 都说回一点点啦 比如在租务的行程里面呢 其实很多时候 就算你有新楼 就算你里面的新楼里面 怎样豪装 或者设备有齐全了 但租客始终都是看着市场的 就是市场价啦 它这个大厦啦 那个年期呢 就说近接近250年的 那是List Hold啦 那通常 住宅大厦都会是List Hold的啦 而管理费大概每个月 大概 差不多是100磅左右啦 而它的租金回报 就有5厘5厘半这样的 我们在伦敦 曼城 利物浦 白鸣汉 提供全面的物业管理服务 亦都有帮助海外的投资者 在英国置业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们的网站 或者是电邮我们 去了解更多的资讯 这个片子 小心